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成圣之道 请向我搜取 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好 希望你记住了 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讲 继续来看看为父的神这个题目 在这个讲题一开始啊 我们就确认了一个真理 耶稣说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是道路 父神是目的地 那可惜啊 很少人是到了目的地 他们从来就没有个别的认识 神是自己的父亲 那于是啊 他们就不断的走在这条道路上 那另外我还说到了 当神要启示自己为父的身份的时候 这个宇宙之中啊 只有一位可以做到的 那就是神的那位独生子 那也是为什么神差遣 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的原因 耶稣的一生从头到尾 都不断的彰显父这个名 因为唯有子可以彰显父啊 只有一位可以向你启示父 那就是子 你如果想要知道父 那就必须是借着圣子耶稣的启示了 在上一次节目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八节 那这是一节很多人都喜欢的经文啊 经文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主就接着说了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那什么是他的恶和担子呢 那就是做成父神的旨意 那是他与父神的关系 他说如果你挣扎 迷惘 担心 不如意 对自己的生活方向不满意 那么就到我这里来吧 我可以向你启示父啊 那将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启示 这会使你有一种新的归属感 他会为你带来真正的安息 那我不知道听众当中有多少人 是在真正的享受安息的 在今天的文化当中 是很少有安息的了 在什么地方找安息 我想都是白找了 你知道什么是安息吗 你知道什么是轻松吗 只有一个地方你才可以找到安息 那就是在父神的怀抱里 耶稣会向你启示他的 我做不到 我只是可以跟你说起他 告诉你这件事 也可以为你祷告 但是唯有耶稣 才可以向你启示父神 那现在我们简单来谈一谈 认识父神的四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 他会给你有身份感 你从此就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圣经当中总是以某人的生父是谁 来认识一个人的 你可以多出那些家谱说谁生了谁 谁是谁的儿子等等的 给人带来身份感的 是知道自己有一位父亲 那即使在今天呢 人们都是用父亲的姓啊 但是今天世界上年轻的人 所普遍经历的是没有身份感 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应当可以向他们传达这个信息 那会有很大的反应的 亿万的年轻人 他们感觉到失落迷惘 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父神呢 除非他们真正的认识这位父神 否则的话 很难说他们的生命会有多少改变咯 这是第一件事 好 第二件事就是 当你认识父神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天上有一个家 从我得救那一天开始啊 我总是相信如果我持守住我的信心 我就会上天堂的 天堂是我的目的地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天堂当作是自己的家 直到后来我真正意识到 哦 神就是我天父啊 神就是我天上的那位父啊 所谓家就是有父亲嘛 有父的家嘛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向别人说了 如果我死了之后啊 你们要为我立一个石碑的话 那就在上面写吧 回天家去了 就写这几个字就行了 也一位姐妹患了绝症 她总是对别人说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天使 我真是想见一位啊 当他临死之前 他从床上坐起来 伸手就说啊 我看见他们了 我看见天使了 接着他就死去了 天使来把他结到天家去了 你期待着回这个家吗 耶稣时代有一个乞丐 躺在一个妇人家的门口 他的名字叫拉撒路 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 十九到三十一节 他病得很厉害啊 满身都长满了 疮啊 很厉害的 但是他相信神 狗怜悯的来舔他的疮 然后经文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 二十二节那说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 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真的不只是一个天使来带他去啊 而是好几位天使 其中一个天使已经足够能把这个得病很弱 体质很弱的人呢 抬到天上去的 但是神却送了一支 一支队伍啊 来护送他上天 来保护这个躺在街头的乞丐 圣经上又说到那个妇人也死了 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三节经文说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这是多么不同的命运啊 神很爱他的子女 要差遣天使来接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孤单的回天家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护送队呢 神有足够多的天使啊 人死有天使来接送 是多么的重要啊 认识父神所带来的另外一件事呢 那就是绝对的安全感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九节经文说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麻雀很不值钱呢 但是耶稣却说啊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而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一节 耶稣就安慰我们说了 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小孩子 躺在父亲的怀里是多么的安详啊 周围的天可以塌下来 啊 但是那个孩子呢 却一点不害怕 因为躺在父亲的怀里啊 我们的年纪都不同啊 但是我相信你跟我一样 都像是在自己的父亲的怀里的 那种感受 那无论你是多大年纪了 只要我们信了主 我们都有一种 躺在父亲的怀里的感受 啊 有那么一种感受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九节 耶稣说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那所以当你在父的手中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可以把你夺开去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话 在神的手里是相当重要的 世界上是不会改变好的 只会越来越坏 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可怕 生命不会更容易的 也不会变得少一些危险的 而是会越来越危险 知道你在天父的手里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耶稣说 我父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那最后认识父神 可以给你提供 侍奉他的动机了 那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了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二十九节当中啊 说到他自己与父的关系的时候 他说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耶稣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呢 是成功吗 成名吗 不是的 是神的喜悦 这对基督升起的复兴是相当重要的 各种事工当中 不必彼此的竞争 人们以为成功会给人带来安全 但是我告诉你 不会的 其实你越成功 就越没有安全感啊 因为你可能会失去他的 安全感出自你的动机 耶稣说 我的动机是讨神的喜悦 认识父神的确能够改变我们的动机啊 安全感很简单 那就是认识神是你的父 并且以讨他的喜悦作为你的目标 没有一种场合 你不可以讨神的喜悦作为你的动机的 环境并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我们个人的反应 我对事情的反应 会讨我的父神喜悦吗 做这并不简单啊 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简单的 但是我乐意讨我的父神喜悦 在基督身体里 也就是在教会里头啊 我们也不要以任何的愿望 来取代这样的动机 因为当基督里的职事 是讨神的喜悦作为动机的时候啊 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余地了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 以讨父神的喜悦作为我们的目标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彼此的竞争的 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是从认识父神而来的 好 让我再简单的跟你回顾一下 认识父神而带来的四件事情 第一 个人的身份 你会认识到你是谁啊 因为你知道你父亲是谁了 我们周围那竟是一些没有父亲的一代 他们在认识这位父神之前 永远也不会感觉到满足的 我们有这个特权告诉他们 有一个父亲是很爱他的 在等待他 也不会责备他 也不会批评他 不向他指出他的过错和失败 这位父亲呢 只会单单在那儿等候他 我跟一些人说过 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一代人知道这个事实 那么一定有许多人呢 他们乐意的投向父神的怀抱当中的 那正是他们渴望得到的嘛 但是我们传讲的方式 只有按耶稣传讲的方式 不是靠人的传道 那只是一部分 而是借着神的儿女的身份生活 以十足的安全感生活 不背重担 只靠相信主 因为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他的恶是容易的 当人们看到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就会变得很感兴趣 是什么使这些人与众不同的呢 哦 我知道我有一位父神 他关心我 他为我预备了一切所需要的 你为什么不能像那么多人一样的 担心经济上的问题呢 我的父亲关心我呀 他连麻雀都喂养啊 他也喂养我呀 做到这一点 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那却是我们的目标 那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哦 第二 我在天上有一个家 我渴望回到天家去 我停留在路上很久了 我渴望回到目的地 那里有先我而去的 那么多宝贵的弟兄姐妹 我渴望再次的见到他们 死亡不再使我惊慌了 啊 我得留意不要太有野心 不过我在这里还有没有做完的工作 我的目标是做完主的功 那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三十四节那说 那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可见呢 你在天上有一个天家 天堂是家 那对我们呢 是很真实的 你有常常的顾念这个家的 这样的一个心智吗 我在天上有一个家 我有一个爱我的天父 我有一位救主在等候着我 我有一些很美好的弟兄姐妹 比我先走了一步 我想到那些进到天堂的人当中啊 有一些会对我说 哦 我能到这里来啊 是因为你哦 真是谢谢你了 那弟兄姐妹啊 你想一想啊 在天上会有些人这么对你说吗 那这是很值得我们安慰的 那么第三个结果就是 十足的安全感 我们谈得很透彻 那你在父神的手中 有父神怀抱着你 没有人能从父神的手里把你夺走的 宇宙当中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的神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神 他的手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他造了天使 新神 由天上亿万的荣耀活物来敬拜 他在等候你和我这样的小人物到天上去 那么你想一想 那是不是非常美妙的事啊 那这是第三 第四 就正如我已经说过的 这给我的生命和侍奉的动机 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呢 我不是为了成功成名 而是为了讨我的父神的喜悦 在态度当中 思念当中 都以讨神的喜悦作为我的动机 我已经在前面很清楚地告诉过你了 我不能把父神喜事给你 只有 唯有 耶稣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你真心谦卑地寻求他 按照圣经在他的时间里头 他会以他的方式向你启示这位父神的 如果你有感动的话 那不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你可以这么祷告说 父啊 我想认识你 我为耶稣感谢你 祂是我的救主 祂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知道我属于祂 但是父啊 我想认识你 我走在这条通向你的道路上 但是我想抵达这个目的地 真正地回到你的怀抱当中 那弟兄姊妹啊 我希望你能够长城有这样的祷告 我不敢为你下保证 但是我相信呢 神是会满足我们饥渴慕易的心的 耶稣在八福当中啊 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节 他说到 饥渴慕易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 那么如果你现在很是渴望 那么你就会得到饱足的 感谢主 好 接着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新的题目了 首先我们做一个宣告 那这个宣告是取自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六节的 圣经这么说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好了 那如果我们大家一起说 我相信会比较好一些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跟我在后面一句一句的说 因为这是一段非常美妙的圣经 那是令人很激动的 如果你愿意 我念慢一点 你跟我一起说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美不美啊 真是太美了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美极了 好 接着下来我们的信息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知道你有多宝贵吗 你知道你有多宝贵吗 我怀疑大部分人呢 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宝贵的 基督徒一个很普遍的弱点 那就是没有很好的自我形象 那是会表现在许多方面的 有些人你跟他讲话呀 他从来不敢正视你的脸呢 总是低着头 那眼睛从来不跟你的眼神 这个接触的 又或者是有些人呢 表面他的衣服上啊 就衣着上啊 是看起来不错 但是呢 他跟着讲话 老是感觉到有点害羞 你知道啊 衣着表达一个人的形象吗 一个人的衣着 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那例如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在某些很特别的聚会的时候 别的女孩子都穿得挺漂亮 大方得体 她呢 就是刻意穿得比别人都要朴素一点 那当大家都兴高采烈的 欢乐一堂 有说有笑的时候啊 他就在一边坐着 他可能以为这是一种谦卑 那其实啊 一个人的谦卑 并不只是在外表的表现啊 而主要的是在人的内心 由人内心的谦卑 发出来的外在的行动 那真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谦卑啊 我想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人生的价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懂得去谦卑 因此我要给你一些原因了 为什么你当看重你自己 为什么说你是很宝贵的 那我们要回到神最初造人的目的 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开篇章节里头的 那不过在此之前呢 我要提醒你的就是造亚当和夏娃 是神创造工作规划当中的一个环节 他在造人之前呢 已经造好了一大群荣耀的天使 撒拉佛 基路伯和天使掌等等 许多其他荣耀的活物了 但是天上的一个天使掌之一 这是天使掌之一 原来的名字叫路斯福 后来被称为撒旦 他带领一些天使闹叛变 路斯福的意思就是光明 闪烁发光的那一位 撒旦的意思就是对手仇敌 路斯福堕落的原因就在于他的骄傲了 到目前为止 最危险最威胁我们的罪 那就是骄傲 那这是一桩很灾难性的罪 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这个罪的影响了 我们当中侍奉主的 如果我们有所成功的话 我们很容易受到骄傲左右的 那许多人因此就毁灭了自己 我个人常常的祷告就是主啊 无论你用什么方式 只要有必要的话 求你帮助我 避免我犯骄傲的罪 那为什么路斯福反叛 那是出于他的骄傲了 他有许多可骄傲的地方啊 在以西节书的28章的后半部分 也许有些听众已经很熟悉这段经文了 以西节书28章 就论到两个人 前半部分论到推罗军 第二部分论到推罗王 那推罗军是人间的统治者 而推罗王啊 却是一个天使长 人被称为是路斯福的 这是他的描写 那以西节书的28章 12到13节经文说 人子啊 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 全然美丽 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 佩戴各样宝石 就是红宝石 红碧玺 金刚石 水仓玉 红玛瑙 碧玉 蓝宝石 绿宝石 红玉和黄金 又有精美的古笛在你那里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 预备齐全的 好了 我们看到了 他原来是最荣耀的受造者呀 他占有独特的荣耀地位 那这里14节那说了 你是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 指出啊 他遮掩神的宝座 一个基路伯 专门他伸开翅膀遮掩神的宝座 这荣耀给了陆师傅 后来在帐幕和殿中的基路伯 总是两个面对面站立着的 好像是神的方式说啊 要记住了 另外有一位跟你一样的美丽啊 不要一心想着你自己才是最美的 在以西节书的28章14节经文又说了 你是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 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 这不是说人哪 而是一个天使哦 在以西节书28章15节呢 那圣经这么说了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意 哎呀 我们看到了 这位荣耀的天使 有着无法形容的智慧荣耀 尊严和能力呀 带着这个独特的权力 遮掩神的宝座 但是后来 在他中间却查出不意了 那他变得骄傲起来了 骄傲带给他拜王 今天我们人也往往是骄傲 首先是骄傲 然后我们就跟着一步一步的 有其他的一些软弱跌倒罪行 然后就走向拜王 他被摔倒在地 离开了神的天上 就来到了地上 那好像是神意识到 他的受造太美了 就说这位天使长啊 太美了 导致他骄傲 于是神就以泥土造人了 那正是亚当受造的方式哦 是一个极美妙的受造物 亚当是由地上的尘土 再混上水呀 由神的手把它捏成的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上半节记载了 神为什么要造亚当的原因 那经文这么记载说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我希望能留意两个词啊 形象和样式 形象是指好像拍照一样的东西 是外表的类似的 而样式的是指内在的本性了 好 由于还有很长的问题 今天一下讲不完的 今天的节目时间暂时给你讲到这儿 下一讲我们继续来讲讲你的价值 欢迎你到时按时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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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